大家好 我是雪良 今年是每度100周年 那从年头到年尾 每个月都有非常精彩的表款推出 那在10月的时候 还有另外一波高潮 就是这个Ocean Star海洋之星系列 会有一款规格非常高的 一个全新的作品推出 那不过在那之前 我们先看一下 今年全新的两款 Ocean Star海洋之星的表款 那这两款算是比较中价位的款式 它价格我先讲 就是31200 那跟往年的表款比较 我觉得今年的特色 第一个是整个看起来非常的雅致 可能是因为搭载玫瑰金表壳的关系 那第二个呢 则是在色调的表现上也蛮特别的 这种玫瑰金搭配彩色面盘的组合 在市面上算是蛮少见的 尤其是潜水表 这种风格更少见 那我们稍微看一下它细节的表现 那首先呢 你可以看到玫瑰金表壳 当然它是这个PVD 因为这个价位的关系 那但是呢 它在细节处理上还是非常讲究 譬如说你可以看到 法斯纹跟亮面抛光的交错 让整个光泽更加凸显 那另外呢 单向旋转表圈 这是高性能潜水表的一个必备的规格 那另外呢 它的面盘的部分呢 是它的一大特色 它这一次做了微喷纱的处理 所以整体看起来非常的雅致 那另外石标跟指针都做了夜光的处理 而且这个指针的部分呢 为了让夜光更加的凸显 所以做的比较宽厚 但是呢 为了不要让耗能增加 所以它中间的部分也特别做了镂空的处理 我们稍微看一下它的夜光的表现 你可以看到它在低光源下 这个部分就会显得非常的醒目 那包含这个单向旋转表圈 这个圆点的这个 你可以看到这边有一个光点 也是一样非常的醒目 这是夜光的部分 好 那再来呢 它的时间的指示呢 除了10分秒之外呢 在三点钟方向还有日期跟星期的显示 那另外呢 它的规格上面呢 这个单向旋转表圈 它是采用铝合金的这个表圈 这个材质 那另外呢 这个机星呢 依然是具有这个80小时动力储存 算是一个蛮长动力的一个表现 所以整体来看呢 它在这个日常的佩戴性上面 它的工艺的表现 还有它的整个细节的搭配 我觉得都是 以这个价位来讲 都是一个非常优的选择 那甚至于它的表带上面 也做了很细致的处理 你可以看到像是蓝色这一款呢 它是内称是皮表带 但是外称呢 则是这个编织的表带 那至于均绿色这一款呢 它则是做了旧化处理的这个表带 天然的皮表带 那这一款呢 看起来就更加的优雅 那因为绿色面盘绿色表圈 所以远远看 第一眼你会觉得好像是 这个最近这个未为蜂巢的铜表 但事实上它是PVD的玫瑰金 但是在这个风格特色上 也是蛮有这个与众不同的 好这就是今年 美度推出的两款Ocean Star海洋之星 领航80小时万表 那在这个价位的选择来讲 我觉得是非常值得去推荐的 两款这个潜水表 在今年众多的潜水表的 这个大爆发的这个状况下呢 我觉得这两款如果是喜欢 在风格上比较不一样的朋友呢 我觉得应该是一个还不错的一个选择